人类对霍建华的开发还不足10% 怎么会有人急抽象 感性 幽默 导干部气质 鱼衣体呢 抽象 喜好非常小众 喜欢鹦鹉 因为捉摸不定 其实我觉得鹦鹉就最喜欢 脾气就捉摸不定 喜欢山霄 因为长得像鬼 喜欢他的原因是 长得像鬼 不喜欢喊粉丝 粉丝 因为觉得像是在涮火锅 一直管这个粉丝叫演名 觉得粉丝好像是那种拿来涮火锅那个 感性 当主持人问他为什么不开微博 华哥 你都现在没有开微博 他受不了别乱 他会超多躲起来哭 不仅没有微博 结婚后连工作室微博都取消了 这哥是真的看不得别人娶娶他 难怪最想要的超能力是 想叫谁闭嘴就闭嘴 因为不上网 所以很多梗都不懂 粉丝叫他吃货 他以为吃货这个词是在骂他 像货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词 就我一个人吃饭 其实本来就挺心酸的 我也没什么朋友 别人怎么说我没所谓 但对你们感觉是不一样的 哥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姓什么 采访提到大如传的拍戏经历 立马面目猙獰 明明是剧组一起聚会喝酒 结果第二天早上只叫他出宫 好了回去看东港 隔天我一个人七点 七点出班 准时 其他人全部中午以后 好了我一个人去拍什么呢 大队对白 我一个人讲什么对白 一个人说了两页纸 这扭曲的表情看起来真的怨念很深了 早年演戏的时候讲台词喷口水 被网友截图笑他是喷水机 气到躲在家里哭 那之前大如传的骂声都压在他身上 不得天天躲在林心如怀里哭啊 难怪他去了林心如 因为爱哭 而心如可以止水 幽默 因为害怕别人骂他 坚持不上网 连吴奇龙刘诗诗结婚 他都是在报纸上知道的 还问刘诗诗拍戏时 会把他的脸带入吴奇龙吗 老干部 拍摄他来了请闭演时 有粉丝跑来看他 因为取景地很偏远 大晚上的很不安全 结果被霍建华穿着背心裤衩子 训了一个小时 在采访时被问 如果你的影迷送给了你一辆豪车 会怎么办 霍建华回答 真的会被霍建华笑死 到底是谁发明的霍建华啊 他真的一本正经地在搞笑